为了传承传统志工技艺 南投县传统射箭委员会争取中央经费补助 日前在普里镇办理制作传统工艺传艺教学的活动 整个系列活动也包括弓箭制作、射箭体验以及邀请赛 希望借此让传统技艺得到传承 这个活动我们是今年是迈入第三年 那我们这个活动就是我们有结合三个系列 就是制作弓箭还有体验营 再就是全国邀请赛 那每一年的话我们都是在五月六月就开始制作弓箭 我们制作弓箭的话大概就是三个等于是七天 然后我们体验营的话我们都会用三次三天的体验营 然后再就是我们的邀请赛的话都是一整天 传统弓箭制工师邱清玲表示 传统弓箭分为木制以及竹制等类型 这次的课程是制作竹工 使用的材料多为赤竹 优点是稳定性较好 但因为制作不易 因此在制作的过程中也需要有经验的职工师才能够来完成 这个木工呢它爆发力很强 因为它弹性很大 可是就是因为有时候不稳定 比较不会说因为它没有办法 它只有一根而已嘛 它没有办法像我们足弓可以在卧板里面有一个变化 赤竹就是我们以前原住民盖国木屋都是用赤竹做的 因为它很坚硬 刚任 刚性 甚至以前牛鲤 牛那个鲤也是用赤竹做的 所以我们最喜欢的是赤竹 可是再有一个特性就是比较会弯曲 不是一个大师傅帮你做很难做到 副医长拍拳肯定南途县体育会传统射建委员会 办理志工课程 传承传统记忆的用心 也鼓励年轻人能够来学习 让部落传统记忆得到传承 记者 崇伟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